原创不易,请随手关注。 作者,一品文团队刘伯温,《巫授权进传》。 今天的云南老山,依然存在地雷的威胁。 这是当年中越战争时期遗留下的痕迹。 当时,中越双方都在战区广泛布雷,越军更是用特攻队越近渗透,进入我国境内秘密布雷,给我军造成很大麻烦。 至于双方在战区中到底不射了多少地雷,永远无从得知。 当时,地雷多到什么程度,说起来简直费以所思。 1988年2月,老山前雪降生一场罕见的冰雹。 结果,满山的地雷,竟然被冰雹砸得声声爆响。 不断爆炸的地雷扎倒了大树,大树倒下又压发了雷。 整座老山被爆炸声和少爷覆盖,形成了交响。 还有一次,雨季老山前现发生雷击,天空中有雷劈下,结果从不同方向,引爆了多枚定向雷。 又有一次,我军一位团参谋长在国庆节会餐结束后,拿着三个空酒瓶子,从前后一随便往外扔。 谁知道,扔出去三个酒瓶,竟然引爆了三颗地雷。 当时,我军官兵在老山前现,甚至抓到过被地雷炸断腿的猴子和野猪。 每年的雨季,地雷都会被山上冲下的泥土覆盖。 经过中月长年的对峙,老山形成了立体封闭的雷场。 到处是用抛洒方式布下的鸭瓣雷,雷壳颜色也和土地融为一体,加上茅草,残叶,碎石,形成天然伪装。 加上半发雷和定向雷,更是让人难以防备。 经常有战士在家库公室,修建猫耳洞时被诈诈诈伤。 曾经有战士在家库公室试被诈诈,事后发现,地雷竟然在装土的鞭织袋里。 鞭织袋内的地雷,有的是当初装土时随土装了进去。 月军侧弓的射雷也很狡猾,会悄悄潜入我军前沿,将鞭织袋割开口子,将地雷塞进去,再恢复原状。 有月军捕雷,自然由我军工兵排雷。 排雷非常危险,当时在老山流传这样一句玩笑话,地雷一响,国家来养。 意思是说,步兵只要踏中地雷,运气好也要失去腿,变成伤残军人。 但对于我军工兵来说,这句玩笑是,地雷一响,立即火葬。 因为工兵排雷是趴下身子,被地雷炸掉的不是脚,而是头。 也有聪明的我军工兵,跟月军玩起地雷战。 比如,当时我军工兵在老山著名的排雷英雄游建华,对前沿仔细观察,发现有一根断掉的竹子有异样。 又经过一段时间观察,游建华发现了问题这根断掉的竹子,是月军特工队,潜入我军前沿的安全地标。 月军特工队夜间来洗饶时,会踩在断掉的竹茶上,缓慢向我军这边运动。 因为竹子里面肯定没有地雷,是安全的。 游建华想出办法,给月军特工队布一枚竹子雷。 他在竹子的断茶里装上石子,再安装地雷,最后再灌土。 外面看去,这跟原来那根断掉的竹子完全一样。 我军阵地前沿还有一棵倒下的大树,对我军视线形成折打。 月军特工队每次夜间偷袭,为了避开我军地雷,都会从这棵倒下的树干上爬过来。 于是,游建华将树皮翻开,用砍刀在墓室部砍出洞,再动力安装地雷,再把树皮复原。 为了让伪装效果逼真,游建华又专门在地上的按上鞋印,甚至按上老鼠的脚印。 果而不其然,当天晚上游建华部射的地雷全部下降,月军特工队此伤惨重。 而更重要的是,中越战争结束后,我军工兵又投入边境大排雷行动中,冒着同样的危险将战时的地雷一一排除,让边境得到真正的和平。 对于我军的工兵英雄,我们永远不能忘记。 参考资料,中越战争密录有什么意见,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。 关注微信公众号,战争时,多位专家将在公号中将继续为您解读。 独立专业,有种有料,请用微信搜索公众号,战丁时,收看全部战丁时政治军事历史精彩内幕解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